有消息指海雷集團及信臣資本正尋求出售在大陸和香港的部分麥當勞業務 有關交易將涉資40億美元 彭博社報導有消息人士指海雷及信臣已經與買家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GIC 及報紮給主權財富基金Modadala Investment進行接合 而有關股東已經同意出售計劃 資產管理公司計劃於第四季度與投資者敲定協議 彭博社表示海雷及信臣分別持有28%及42%的股份 將出售部分股權並可能將部分的資金重新投資於新工具 而他們將保留管理及擴展業務的控制權 報導有指一位發言人在回應彭博社的查詢時表示 麥當勞目標是將門店的數量增加到1萬間 麥當勞在2017年以約17億元賣出80%的大陸和香港業務 該業務的估值高達20.8億元 之後麥當勞在大陸的門店數量增加超過一倍 達到5400間 在香港亦有250間 麥當勞計劃今年在內地再開900間門店